词曲 《念队》 南无第三世 多杰昌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以自成之心,继续攻读 第三世 多杰昌佛说法 《借心经》 说真谛 第二部分 借经文 说真帝 那么第三世多吉昌佛 因此张凤池先生 之前虽然破了初参 明心见性 但是妙友的功夫 还要正 他正到等次空里之后 他在岩市口 才破了重关 他在岩市口 突然看到这些人 只有影子仿来仿去的 哎呀 非常奇怪 他就用手 在轎杠上一捏 哎 这个轎杠 又没断 他就穿过去了 就是那个轎杠 将他抬起的轎杠 哎 他想干脆缩下去 一缩就空了 那个轎 就抬个空轎走了 哎呀 他就一蹿 打横就蹿到人民商场 那个位置的住家里头去了 哎呀 才知道 一切都不能阻挡他 因此 重关境界 即能荆棘临终 过无挂外 就是说 能捐赤巴龙 都无挂外 正如 安娜专者 入大家业室 所口移入 是一个道理 同学们啊 我和你们说啊 你们这个里头 当然已经有正到境的 知道我说的罰法了 这样 未有正到境的 要去争取 我是最反感 正讲理论 而且 我更反感看书 书上大部分都是邪说 一不小心 就将你知见搞偏了 那就成了 邪见 占领你的观念 就成所知障 再要改过来 就难了呀 修行成就解脱 是很简单的事 那为什么又变成复杂了呢? 原因就在于 两种大仗 仗住了你们 一就是所知障 二就是烦恼障 若能放掉异障 成就易于反障 放掉异障 自己就会获得真谛 就会如法修行 我和同学们讲真话 懂得你之后 快点住入佛圣的国教 定呀 尤其是我对我的老学生 老同学 我希望你们要真正地 真正地去用功 像张凤慈先生一样 荆棘临终 过无挂外 这个张凤慈先生 他后来放雅州的官 这样他从来没有用神通 陡然飞去 因为到了这一步 绝对神通圆满 但是 他不用神通 竟然他穿个破草鞋 戴上一个书童 就到雅安去了 走了几天 才从成都走到雅安 简直脚都打起扑了 他当然没有疲倦了 书童就整惨了 因为书童是个凡夫嘛 走到之后 雅州的官就见到他 拿上皇帝老爷的所谓 圣子封门 就说准备明天 就移交位置给他 这样今天呢 就请张大人 后花园晚上待宴 同时就和他安了书房 就等他喝茶 他就和书童 两个人照顾他 以前这个老州官 就接收了两个案子在審 其中有一个案 一个是姓王的寡妇 和一个当地的 很有钱的紳士 就属于地主吧 就称他为 这样就结下了仇气 这个地主就给了很多钱 给那个老官 那个家伙就是一个贪官了 所以就维护这个地主 就欺负这个寡妇 这样张凤慈先生 由于破了重关的人 他一切看到都是空的 他人发的心境 都在他的心中 刚刚那个官 一动念头 欺负那个寡妇 他就一切都看出来了 嘿呀 看出来他就忍不住了 正在喝茶的时候 马上对着桌子 啪一巴掌 随着这个巴掌的声音 抖延一下 就是这个公堂啊 审案的公堂 哗啦 一个炸雷 就将公堂打烂 将猪笔判台一起打为粉碎 这个官客到 捞成一团在地上 全身多疏 张凤慈先生一打一巴掌 他看到大殿被打 他就吓到了 他说 哎呀 我的天啊 原来我们这个正到圣景的人 是不能起怒心动真念的 起真心动念都要成为事实 因此我前两天跟同学们讲到 法法到了高深的程度 这样更不能起心动念 你想都能心转外景 他就叫做心转外景 张凤慈先生 马上就快点跑到前边宫殿上 就指着那个官 你今天快点和我移交手组 知道吗 我马上接位 这个案子你不要审了 我要亲自审 知道吗 那个官当天就连夜就将公用文书 一切移交了 但这个是随便举个例 给同学们听 就是说 佛法要讲求实际 不是只讲求一个虚境 不能整天你呀你呀 你过去你过来 到最后什么本事都没有 成就也不可能正到 我们未有正到 我们就要争取 同学们 如正悟本来面目 则无异相 凡夫境界 由于不能正到本性 就不能离相 那么正悟了本性 进入了实际的境界 乃至于正到佛的境界 就无异相 尤其是佛的境界 无异相 不讲凡夫 张凤慈先生 都有异相 产生一时分别之心 就有异相 所以 这个才造成打了一个诈雷 你们李斯伯 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还认为是我传他的掌心雷 打了一掌 是天上的雷 帮着他整的 实际上 也就是他的心境 进入重关境界 而造成的 才将267号柏树 打得来那样子 等几日 建庭啊 我们就到山上去 将这个柏树 和他拍一张照片 知道吗 这个具体形象 将他搞下来 趁现在这棵树 还在 人也在 当事人 打柏树的各位师伯 他现在还在世 等几年他成就圆寂了 就无当事人的证据了 好 如各类瓷器品 花瓶 茶碗 瓷等等 佛证的理呢 如各类瓷器品 我打的譬如 就是花瓶 茶碗 我们坐的瓷灯 各相有为 就事别 就是说 你看现在的茶宗 我们的花瓶 我们所坐的瓷灯 他们都各有各的名字 各具别名安立 就各人 安了各人一个名字 若无其理 全界为土 水 火 风 和合之相 均属为 慈性 为一体 一明安立 一一如是 理体一相 如果说 我们真正的误导了 这个其中的理之后 这样全部 说穿了 都是土 水 火 风 和合 成的相状 都属于瓷器 瓷器之性 都是一体 一个名字 就将它安下来了 都叫做 瓷 所以叫一个名字 这样 这个瓷呢 就只有一个相 这些瓷器 外表看到 是多种东西 实际上 都就是瓷嘛 你将它敲烂之后 斩成渣渣 拿给同学们 几样东西 瓷灯也好 茶碗也好 花瓶也好 这样拿给同学们 铐别 同学们说 它叫瓷器 所以 外表的现象 是凡夫分别心 取得上 实质上 它的本性是瓷 佛圣的道理 同样 就是这样 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借心经 说真谛 今日就功读到这里 无限感恩 那么第三世多结昌佛